好 刚刚听到机场人员出面制止 他的说法是说 机场是不能够高举旗帜的 不过我们看到过去 国际机场只要有外边访台 或者是出国比赛得奖的代表团回国 官员或者是民众都会主动的 拿着国旗到机场去接机 但是到了马政府上台之后 却就下了禁令了 这让绿英立委痛批 不能够挥国旗 而中国观光客却可以在台湾挥五星旗 台湾简直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了 越南共和国阮文绍总统来我国访问 1973年越南总统访台 当时的政府动员民众 拿着两国的国旗到松山机场接机 2003年宋楚瑜带着立委跟民众 亲自到机场迎接反国的连战 现场一大面的国旗非常显眼 2004年奥运代表团回到台湾 热情的民众到桃园机场接机 每个人手上都是旗子 两年后国际青少年运动会代表团回国 因为爆发被中国代表团抢国旗的事件 马市长也来接机 现场也是旗海飞扬 发动民众到机场挥国旗接机 从蒋中正时期一直延续到民进党政府 没想到马政府已上台 机场却成了国旗禁地 反倒是五星旗在观光地点到处飞扬 对国旗的态度真的差很大 旗杆不是危险 只是看在马英九的眼里很刺眼 说不可以抢我们的国旗 去抢中国国旗 台湾是不是变中国的一部分 航警局也应该准备大的 大面的国旗 没有旗杆的 不会造成危险跟扰乱秩序的 然后提供给他们 虽然蓝军立委出面力挺 不过以前的政府动员民众拿国旗接机 现在的马政府却是禁止民众归国旗接机 也难怪在野党要问 马政府的爱国是不是说说而已 民事群送到